开阔国际商务视野,优化国际商务思维。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务课堂。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日益频繁。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全球贸易和产出的增长速度。 全球FDI水平因金融危机而有所下降,但在2015年,全球FDI又升至高点4.37万亿美元,其中主要增量来自跨国公司的全球重新布局而影制的巨额跨国并购。 在我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供给侧改革等宏观战略影响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达1701亿美元,已连续两年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 这也反映出我国对外开放出现了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局面。 2017中国企业500强中,有284家企业提供了海外营业收入数据。 2016年,这284家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43.94万亿元,其中海外营业收入5.89万亿元,同口径同比增长5.81%,海外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40%的企业有19家。 2017中国企业500强中,有279家企业提供了海外资产数据,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154.51万亿元。 其中,海外资产总额达到13.32万亿元,同口径同比增长了21.46%,海外资产占比为8.62%,其中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超过30%的企业有17家。 中国企业正成为跨国并购领域一股重要力量。 2016年,我国企业完成的跨国并购约占全球交易总额16%,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742起。 中国化工撤资440亿美元,协议收购瑞士农业综合企业仙政达,刷新了我国企业最大境外交易记录。 中国化工自2009年起就与仙政达保持了密切联系,一直在寻求合作机会。 2015年5月,中国化工抓住仙政达多次拒绝其他国际知名化工公司收购要约的机遇,迅速与仙政达董事会取得联系, 说法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和交流达成共识。 去年2月,中国化工与仙政达签署收购协议后,经过了相关国家政府的严格审批, 最终通过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11个国家的投资审查机构, 以及美国欧盟等20个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机构的审查,历时一年多,最终达成了此次收购。 在介绍了FDI发展状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FDI的具体方式。 国际直接投资既可以采取新社投资,又称为绿地投资,也可以采取兼并收购的方式。 根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大部分跨国投资采取并购而不是新社投资的方式。 为什么企业显然偏好收购现成的海外资产,而不是进行新社投资呢? 根据德勤2017年调查显示,在过去五年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受到以下四类因素的驱动, 获得关键能力及战略性的资产,快速进入新市场,优化业务组合以及扩大市场份额。 现在让我们来看墨西哥最大水泥生产商CMAX,怎样通过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水泥行业的全球巨头。 作为全球优秀的新性跨国企业,CMAX被评价为是从全球追赶者,成功晋升为行业领导者的跨国企业。 2016年,CMAX实现净销售额达134亿美元。 CMAX在运用完整的信息技术系统,使生产和消费者需求相匹配的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该公司的利润比其他两大国际竞争对手,法国的拉法基和瑞士的霍尔西姆集团要出色得多。 作为国际市场上的后起之秀,CMAX曾通过一次次并购,奋力追赶行业中经验丰富,资源充沛的跨国公司。 其目标市场从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扩展到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 在2004年,CMAX以58亿美元并购了英国最大的水泥生产商RMC,并派出近400人的专业团队,到英国RMC进行深度整合。 大大提升了其运营效率,强大的并购整合能力,使CMAX迅速完成了跨越式成长。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其中之一。 请大家来看这个相关介绍。 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这可就意味着吉利拥有了沃尔沃轿车商标所有权和使用权。 10963项专利和专用知识产权,10个系列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以及产品的平台。 两大整车厂约56万辆的生产能力和良好的设备。 一家发动机公司以及三家零部件公司,整车和关键零部件开发独立数据库, 以及3800名高素质科研人才的研发体系和能力。 更别谈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325个网点的销售服务。 当初沃被吉利收购以后,吉利在对其的研发和市场宣传的工作, 都做了很大的支持,很多新的车型技术和项目都在良好推进。 现在的沃尔沃可以说是已经发生了转变,从需要吉利的恭喜到现在自身就可以铲写的企业。 吉利又从沃尔沃那里得到了什么呢? 第一点不能否认的就是技术,无论是博瑞还是现在即将新推出的领科, 都是吉利与沃尔沃合体后得到的东西。 第二点应该说是品牌价值,当收购沃尔沃之后, 吉利这个品牌就在中国人的心中有了根本上的变化。 一般来说拥有高端品牌是一个气质集团,即将融入全球主流的标志, 就像丰田、雷克萨斯或者大众与宾利。 第三点是管理理念以及技术层面的改革,还有定位等, 这些都发生了制度飞跃,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高端化。 在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和作用有了感性认识以后,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论, 内部化理论。 他回答了在可以选择出口和技术授权的情况下, 企业为何依然偏好通过FDI进入外国市场? 事实上,相对于出口和技术授权,FDI不仅成本更高, 风险也更大,沃尔玛进入日本市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曾经极大的低估了在日本市场中投资的障碍。 大家都知道,外国企业一直以来都很难进入日本市场。 2002年,沃尔玛以37%的比例入股日本稀有百货, 沃尔玛的目标是用管理大型超市的成熟技能, 包括使用尖端的信息系统和严格的存货控制等, 与日本本土零售商开展竞争。 然而,现实比沃尔玛想象的艰难得多。 由于简单的照搬公司母国经营模式, 忽略了采取因地质疑的本土化战略, 沃尔玛进入日本市场后经历了连续7年的亏损, 在2014年还关闭了30家业绩不佳的门店, 全球零售业巨头在日本市场上遭遇了滑铁卢。 继续来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 相对于FDI,无论是出口还是技术授权, 成本和风险看起来都更小。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企业显然偏好FDI, 而不是选择出口或技术授权。 无论是从解释力, 还是从指导企业战略决策的角度出发, 强调出口和技术授权局限性的内部化理论, 被认为是最有用的理论之一。 因为它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国际直接投资, 出口和技术授权在不同情况下相对盈利能力的差异。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决策框架来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出口战略。 出口的可行性经常受到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这两个因素的制约。 某些产品的可贸易性较低, 对于分量重而价值低的产品尤其如此。 正如我们刚才分析的墨西哥水泥生产商CMAX, 就不会通过出口去进行全球扩张。 除了运输成本, 现有和未来可能的贸易壁垒较高, 也会使企业选择FDI而不是出口。 再来看技术授权。 如果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形, 技术授权就不是有利的选择。 一、企业的技术不适于授权, 比如其核心能力不在产品, 而在于管理、营销和制造方面。 二、企业需要严密控制外国公司的业务运作和商务战略。 以便其在该国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最大化。 这类情况在全球性的寡头垄断行业中比较典型。 三、企业希望保护技术诀窍, 这在高新技术行业特别普遍。 以上情况下,企业就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最后来做一下小节。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通过对墨西哥的CMAX以及中国吉利 以跨国并购获得跨越式成长的案例分析, 我们了解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进而,我们介绍了在出口、技术许可及FDI中 进行权衡的内部化理论。 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课间请思考,内部化理论是如何解释 在技术授权高度发达的今天, 为什么还存在国际直接投资的? 这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商务硕士历年真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